SBL超级篮球连赛 蒲原和玉龙这两只新球季都还没开张的队伍捉对厮杀 不过两队虽然都还没赢过球 蒲原的处境却是惨到无以复加 伤兵成群不说 羊将也还无法上场 碰上玉龙不但有乔丹女婿Christmas作证 还有本土羊将班吧 一来一往间胜负也不难猜 但大家猜不到的是 今天的蒲原有多惨 首阶失误头只中1 发生多达7次失误 前10分钟打完的比数是2比17 对 你没听错 单阶进账2分 追凭SBL史上最低 来到第二阶 胡云这边尽管回神 单阶15比14的比数终于展现竞争力 但一来首阶就落后15分 让他们还是以17比31的差距进入下半场 而且第三阶开打后 他们又找不到手感了 事实上 他们今天只有第二阶表现压过对手 全场命中率27.8% 篮板 主攻 抄截 失误各项数据 全部输给对手 下半场27比46的比数 更是让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 最后玉龙就靠着6人得分 在8分以上的平均发挥 以77比44轻松获胜 福元除了普通三连败 这单场44分的表现 更创下SBL史上最低得分 我来自义转综合报道